这个椰荒桥,我们有鸡椎桥栽培,特别适合冬天温度低的地方栽培,我们的小苗的时候需要长一个半月,两个月,小苗长两个月嘛,也就是从钢筋之上长这么高,是不是需要两个月的时间,是吧,这两个月呢,长得矮啊,长得矮之后呢,你可以把所有的桥子放到一个棚里,是不是放的密啊,这里面是不是能放六个桥子, 是吧,也说你放的一个棚里,放的非常密啊,长到这么高的时候,是吧,你就,然后一分散,一个棚里的鸡椎桥,西红柿,哎,就可以栽七个棚啊,是吧,也说一亩地的西红柿,一亩地也就是两千二百三千个吧啊,能能能栽多少呢,一亩地啊,一亩地呢,可以栽一万五,然后呢,咱们长这么高的时候,一分散啊,一亩地变成七亩地了,是吧,你说是我们管一亩地好管, 还是管七亩地好管,那就是啊,然后呢,咱们冬天是不是特别冷啊,特别冷的时候呢,把你放在一亩地里,七个棚的啊, 呃,番茄,放到一个棚里,在这一个棚里,升温,升炉子,都没问题吧,对,对,然后长过了之后,一长过了,到了春天了,温度,温度高了吧,一分散,用这个方法,是不是你们的番茄可以提前两个月上市了?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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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